我到台中 在时光图书馆的门口 老师在里面看到了 纸皱 很大声音叫 你要幸福 你要幸福 讲了是继续 我也呆了 我说佛七年出家 出家就教佛学院 教了两年 在收集 说佛九年了 他怎么教我 是要我幸福 我不懂 我们 修进度 念佛 真正想求往生 菩萨在此地 为我们做示范 告诉我们 怎样修许 才能与阿弥陀佛 相应 这一点非常重要 确定不能够 疏忽 虽然 善导大师说过 尽忠法门 万修万人曲 一个都不会落实的 可是 时至今日 念佛的人都 真正往生的人 很少很少 这个话 大年 五十年前 台中 黎拉斯 常书 他以台中 连世 为例子 年有 跟他 修复 接受他的教诲 他说 一万个念佛人当中 真正往生 只有三五个人 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细心观察 深深反省 我们学佛 有没有故事 如果有故事 不能往生 你不能怪佛菩萨 不能怪经典 也不能怪别人 总是自作自受 这个道理 不能不知道 菩萨 自觉 觉到 能生到极乐世界 都是自觉 不自觉 不能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依旧是 依旧风险 为受罚 接众生 做好榜样 这就是 利他 利他这些事情 只要自己做得好 祝福如来 替你宣扬 用不着自己说 他们 他们 独独中心 一说 正法 这两句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度住众生 是四红十愿的第一人 众生 无病 是缘度 怎么个度法 眼说正法 就是度众生的方法 眼是什么 眼是把它做出来 我们从经典上所学到的 一定要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待人救 一切出 一切事 都在表演 表演什么 表演佛陀的教会 特别是 阿弥陀佛的教会 今天佛华帅 不能万修万人去 就是真正懂得的人 太少了 跟在我身边 几十年的人 都没学到 全学错了 学拼了 学斜了 这种人太多太多 不仅是在我身边 我们回过头来想想 李老师在世的时候 跟他学的人多少 学拼了有多少 学斜了的人有多少 你要细心观察 冷静地反省 你就明白了 你就能觉察到了 师存 视线 视线 在这个世界 八相成道 当中 严数正法 四十九年了 天天表演 给我们看 我们没有看 我们没有看 今天展开 经典 我们也看不到 也体会不到 啊 为什么原因 下面这几句 我们太陌生了 以无碍会 解法 如荣 我们没有这个社会 我们执着一切法 好像是真有 与一切法 禁锢 之主 不能放下 不能放下 就是所知障 如果对法 不能够了解 那就是烦恼症 这两种障碍 障碍了我们的道意 障碍了我们的心意 我们见不到佛法 我们听不到佛法 我们接触不到佛法 同学们要特别留意我的话 我的话说的 不是说给外人听的 自己说福 皈依 受益 几十年了 可不幸福法 这真的不是假的 我出家 两年之后 这首诫 离开戒谈 到台中 去见老师 这个是谢老师 栽培的恩德 佛门的礼貌 我到台中 在时光图书馆的门口 老师在里面 看到了 执照 很大声音叫 你要幸福 你要幸福 讲了十几句 我也呆了 我学佛七年 出家 出家就教佛学院 教了两年 再收集 学佛九年了 他怎么教我 是要我幸福 我不懂 进去之后 老师叫我坐下来 告诉我 你感到奇怪 我是感到奇怪 不幸福 我怎么会去研究经教 不幸福 我怎么会去出家呢 又怎么会去受孽悦呢 坐定之后 老师告诉我 你知道什么叫做行 我答不出来 老师说 你没有做到 你就没有信了 我才恍然 答不 他老人家告诉我 有些老和尚 一辈子 到老死 都不幸福 我明白了 佛给我们讲的实现 做到了没有 三规 做到了没有 五戒 做到了没有 六合 做到了没有 其他不必说了 让我们 回想到 孔夫子说的两句话 若有 周公之才之美 使教且令 其余 则不足观影 这是孔子的标准 什么标准 君子的标准 我们今天有没有傲慢 有没有 有没有吝啬 吝啬 从哪里看 从基督看 有没有基督心 基督 就是吝啬 所以细心也反省 我们的毛病 太多了 这是老四 讲 新的标准 让我们 回过头来 去反省 没有孝顺父母 就是不省 敬业三福 这是敬重 最高的指导原则 只有是一句话 第一条里面四句 我们有没有做到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饰人也 这近中入闻呢 这四句 完全讲的是世界法 我们经本一打开 善男子善女 这是善的标准 这四句话做到了 才是善男子善女 如果这四句话没做到 不是 怎么能说我信佛呢 阿祢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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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